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時間 我們來到星期日, 第二輪介紹三川四給大家參考 頭關, 星期日十一場, 飛燕樂對安蠻, 飛燕樂作客 這場球我選擇一個比較高賠率的採摺給大家參考 是一個半全場的 這場我選擇的是和客, 3.95倍 如何選擇呢?我們可以看看近兩隊的戰績 我們可以看看安蠻現在排在下游, 十五位 飛燕樂是第三位, 安蠻主場賽事十場 其實有兩勝、四和、四負 飛燕樂作客的成績也不是太突出 只是三勝、三負、四和 我們可以看看安蠻主場賽事 其實安蠻本身的主場賽事 都踢得不錯 對著精隊下半場輸1比2 半場都是0比0 對著打得不錯的NAC 其實半場都是0比0 全場贏2比0的主場賽事 在這場中 最後凱倫分和1比1 對著荷蘭杯的對手 也是半場1比1 也經常發生的就是半場都可以和到球 就算對著強隊也好 但是對著作客 安蠻分當然是差很遠 輸0比6 飛燕樂這邊 其實他全櫃都踢得不錯 作客賽事比較差 至少這隊球隊 也不是太過進攻的球隊 或者不是主要打進攻的球隊 至少他會穩陣一點 例如作客安蠻 即是他要贏的不是難 但他本身的讓球盤也讓得太深 即是讓到1球1球半 作客安蠻 他贏不出奇 但是半場會不會領先 即是有點雙角餘地 起碼一件事就是 他對著荷華高斯 也是0比0 當然 荷華高斯的主場威力也很強大 他作客 威廉姆二世也是半場0比0 下半場也是1比1 看看他本身的入球量力也有 但大部份都是主場賽事 對著芬樂 4比1 燕樂分2比1 對著格羅琳根1比0 主場贏海牙5比1 10月對著芬樂 也贏3比0 主場威力也很強大 但作客始終都會差一點 所以拼他 半場是安慢守得住 下半場才 飛燕樂贏 而這個和客 基本上3.95倍是可以拼得過的 今天頭關的 就是選擇3.95倍的和客 對.. 比一旦 下班 Tamam 谢谢观看